好 再来我们来看看怎么跟一个资料夹命名取名字 首先我们要将滑鼠移到要命名的那个资料夹上方 然后按右键 然后拉出的快显示窗我们就移动到重新命名的地方 按一下滑鼠左键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游标 这里有一个游标在散 那因为它的字已经成编辑状态 所以我们只要打任何一个字上去 这新资料夹这个字会自动消失 那输入完之后咧 我们这里还会有一个游标 有一个游标在散 代表还没有确认 所以我们还要再按一下Enter 那游标消失变成这种模式的时候 然后才是命名的动作完成 字幕志愿者 杨沛 字幕志愿者 杨沛 字幕志愿者 杨沛